在这趟公路旅行之前 我对澳洲内陆的印象 一直都停留在辽阔的自然风光 不过在查询Parks附近景点的时候 意外发现 这里居然有一个对人类历史 有着重要贡献的无线电望远镜 并且现在是一个对外开放的科学园区 嗯?科学园区? 在澳洲乡下? 听到这边 我的朋友们也都很好奇 那里到底会有什么 于是我们决定第三天早上 前往这个景点一探究竟 那么话不多说 让我们马上开启第三天的旅程 第一站我们来到的是 一个坐落在民宿附近山丘上的观景台 也是一个纪念公园 Memorial Hill Lookout 开车上到坡顶 可以看到中央筑立着一块庄严的纪念碑 记录着历年来因为各种战争而逝世的澳洲人 站在纪念碑旁的观景台 跳望新洲中部平原 感受着远离城霄的几近 想一想澳洲人常用的战争纪念诗句 Less We Forget 真的会打从心底涌出一抹悲伤 从观景台离开后 我们照着民宿主人的推荐 来到镇上最热闹的咖啡店 Bellas 主食除了经典的大早餐之外呢 想说最后一天尝试一下不同的东西 所以点了味噌螃蟹烤面包 还有素汉堡 没想到最后两样创意料理的味道 却十分不错 尤其是里面有玉米饼配松露酱的素汉堡 成为了我们这趟旅行 印象最深刻的餐点之一 吃完早餐之后 我们来到了这次行程的最后一个景点 Cyro Parks Observatory 这是一个坐落在Parks矫正以北 约20公里的迷你科学园区 除了望远镜本身 园区还设有一个展览中心 介绍这里的历史跟相关的科学知识 外面也有几个可以互动的设施 Cyro的全称是 The 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zation 相当于台湾的中山科学研究院 这个组织除了拥有澳洲各地的 无线电望远镜之外 它旗下的科学家们 还通过对无线电天文学的研究 发明了无线电局域网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 这个科技最著名的应用 就是我们所熟知的Wi-Fi 所以如果以后有澳洲人跟你说 Wi-Fi是澳洲发明的 其实指的就是这个 而位于Parks的这个无线电波望远镜 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 这个看似平凡的望远镜 其实大有来头 它不仅为人类历史做过杰出贡献 甚至成为了澳洲人的骄傲 还被拍摄成了一部澳洲人家喻户晓的电影 The Dish 这个设定望远镜它其实有参与阿波罗11号登入月球的计划 然后呢它是帮忙接收讯号的其中一个望远镜 那这边它其实是一个园区 然后这个望远镜它现在还在运转 它每天24小时都在不停地工作 对澳洲的科学其实也是有贡献的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里面这个博物馆里面有什么介绍吧 哈喽 那这中间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拍成一部电影呢 且听我娓娓道来 Parks望远镜在1961年落成 单叠直径64公尺 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最灵敏的无线电望远镜之一 而在1969年阿姆斯状登陆月球的当天 它原本只是转播画面的备案 主要的工作应该是由美国的Goldstone望远镜来完成 然而在直播开始之前 因为宇航员换装时间过长 导致转播延迟开始 已经到了月球会在澳洲上空升起的时间 这使得NASA转而使用澳洲的几个望远镜作为主要接收器 而Parks就是其中之一 当科学家尝试在澳洲的三个望远镜之间切换画面时 发现Parks望远镜的画面远比其他望远镜清晰许多 于是导播当即决定 接下来两个小时的重量级直播 全程将由这个澳洲乡村小镇的Parks望远镜来完成 让全世界六亿正在看电视直播的人们 能够以更清晰的画面 见到阿姆斯状一行人登入月球的历史新时刻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操控台 是为了那个电影专门制作的 然后之后被捐给了这个博物馆 然后这边这个牌子就写 这个望远镜跟阿波罗十一号的历史 还有好多羊 好可爱 天哪 所以这个是在科技院之间的情况 What is it doing in the middle of a shoe paddock famously asked by the prime minister in the movie 所以这是电影里面的一个场景 弱弱的发现这个地方 经过了四五十年的开发之后 长得其实也就跟这个照片也差不多 这是这个房子变得高级了一点 而且这个东西现在还在运作哦 此时此刻你可以在手机他们 SYRO官方网站上面看到 这个望远镜此时此刻在捕捉的信号是什么 很酷吧 那在逛完富有历史知识的科学园区之后 我们开始踏上返程 没想到刚上路没多久 Google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岔路 开进去之后 居然是农场与农场之间的小路 只有用简单的石头铺起来而已 作为一辆小轿车 我们只能维持时速不到40公里 慢慢地滑过去 还好因为是农场小路的关系 还近距离地看到了绵羊跟稻草堆 也算是一个蛮酷的体验 开过土路之后就回到了高速公路上 不久之后就来到了新洲的一个大镇 Orange 以前就有听说这个镇上秋天的景色很美 这次到访虽然还没有看到全部叶子都变色 但也已经很美了 到镇上主街停好车之后 我们开始找吃的 因为当下时间已经接近三点 我们找了好久才终于找到一家还开着的咖啡店 虽然他们三点半关门 但是店员还是很贴心地让我们点餐 等我们吃完了才关 吃完午餐之后我们继续往回开 因为跟来时的路线不同 看到的景色也很不一样 那这条公路呢叫做A32 Mitchell Highway 横穿澳洲东南部 可以一路从雪梨开到阿德雷德 那这套旅行因为行程规划的关系 我们只开了Orange移动的路线 不过呢中间的风景还是非常美丽的 尤其是层层叠叠的山丘级牧场 拍到这边 我的相机记忆卡居然彻底被拍满了 这是第一次旅行把64G的记忆卡拍满 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带备用的卡 所以最后一段路程呢只能用手机记录了 最后我们是大概在晚上八点多左右回到了雪梨 结束这次三天两夜的旅程 非常夯的衣品 为什么呢因为你看 看到我后面这边 一夜的时候就会开非常漂亮的南花 为什么这个在这儿 你可以问他们吧 OK you're intrigued how does this work there's a little solar panel on the inside oh and it pops in motion the motor drives the inside only against the earth magnetic field so the outside is not moving at all 感谢观看